击尘 刀头 玩法 团阵 击杀 更刺激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解说水车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OB视角的赛事 那是在90011官方频道做的一个超神周末哈 这刚开场 怎么每次我一做赛事你就暂停有兵呢 好了 没关系 咱们趁这个时间可以分析下双方阵容 感觉这一幕好像有点 是存相识的感觉哈 我记得上一部OB视角也是刚做的时候 直接就两边开始暂停 然后我这边刚要解说 一下对面双方的阵容以及对线情况的时候 啪 暂停就解除了 那我这边来先介绍一下征服军团他们的一个阵容 征服军团可以看到拿的是打野 打野拿了一个双子 双子这个英雄现在打野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拿了一个万腰之主是打一个猎丹 辅助应该是选择用叶痴魔女去打 那这边没有去选择拿一个很稳的C位 而选择去打了一手小小 小小这个英雄的话说实话爆发能力还蛮不错的 而且他在攻击以及有了大招之后 他的一个续航能力 以及攻击的一个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在中期爆发可以打出一个carry的效果 那么这边介绍一下 这叫什么军团 蔚来军团吗 好吧那这边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介绍一个对这个阵容吧 那可以看到是2020打了一首优迷女神 冰迷女神呢 然后再补了一首加百丽 STV这边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冷门的 月之女神 然后这边又拿了一个征服骑士 以及蜘蛛 但双方这个阵容 单是从阵容方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单身阵容是咱们 绿方是 也不是绿方 这个叫什么什么军团来着 征服 征服这一方 他们的阵容是非常不错的 这上来可以看到 是非常阵队打野 这两边完全就上来全部把眼卫给封了 那这边可以看到 双方在这边野地是想开一集团 那这边夜之魔女如果再过去会被抓 那这边冰迷女神一手走位呢 这边还有一手控制没有交 可以看到征服趋势一手Q技能散过去 加百里开启二技能 这也干上去一血FastBloatBloat 好可以看到行李先是直接留下这个一血之后 这边一集团因为咱们要夜之魔女是去这边查了一个眼 还是在这边想反下杠杆 但这边真的是一个惊喜啊 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从下路一塔直接游到了这个野地 从野地打出一波包夹 而且技能交的是毫无间隙 直接就是一个控制技能交过之后 立马就是开始另一个技能跟上 那这边可以看到中路血液波绝对的话 说实话不是很好变 尤其是对蜘蛛女王这样一个英雄 首先手长其次她能减速 这个英雄打的是相当的恶心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军团来的 征服对审判 审判军团这边 说实话这个113的一个打法 主持是上来给征服军团打的有点懵圈 因为你这一个113阵容 都以为会有个打野 或者是上路会分一个去吃经济 但是并没有 然而并没有 其实在下路这边其实就直接刚了起来 然后直接拿掉了咱们家辅助的一个衣鞋 打的还挺坑爹的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咱们家双子这边打野说实话 着实不正很顺 奇迹天使一个得封住 冰冰女神一个得 两个眼全部直接封掉了这一波大野一波小野 也就导致了咱们家的双子刷野的范围 只能控制在这两波小野 大家看到这两波 一波大野一波小野只能控制在这里 控制在这里的意义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们下路是一个113经济或者经验都不是很好分 所以非常怕被双子这样杠杆能力突击能力非常超前的一球 给蹲一波 在这边蹲一波肯定是不好打 可以看到下路小小这边直接被 没事 两边都互为一下 这比赛进到前期可以看到两边都打得非常的热情如火 这边中路可以看到雪月伯爵 其实在这个版本里 HLM反驳是可以拿全经验的 这边加白丽直接在下路强上了一记 拿掉298的钱并不是很多 但没关系 在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夜之墓 女应该是要被留在A一下 咱们要七级贴纸职业 这上来职业是一碾压性的优势 职业领先 就咱们征服局呢 当然这边中路可以看到 咱们双指一手Q技能转过来之后 控制之后 雪月伯爵控制技能浇描 一刷二技能图键过去 再A一下 然后六下这个人头之后 雪月伯爵前期兑现损失的经济 也是直接回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经济一个情况吧 目前是以加百力最高 然后列当其次 并不是 怎么说呢 这两边的话 可以看到 C位的经济并不是很好 因为这女神的经济 说实话不是很可观 在上路一直是处于一个 被万用之主换写 然后消耗 那这样打的话 对于她的一个发展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算 那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家征服骑士应该是骑 谁了 骑这个雪月伯爵 走到这边发现不大合适 然后就没选择继续去骑 那这边没骑的话 咱们来把视线图住在上路 那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家并没有选择 让上路去有个人拉野 然后带下咱们家输出金钱 拖一下 没有这样的选择 而选择又上来打一个113 这样一个非常少见 稀奇古怪的打法 然后这样骑行怪状的一个打法 分路情况也是直接 在下路拿了三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 下路也是有些趋于奔 不能说奔陷吧 怎么说呢 压制是肯定有的 但113这样一个分路的话 下路即使打得很好 但是这边经验还是会有一定差 就可以看到这边 冰冰一手一扇技能套上去 最后双子反身就有钢 这两边应该是打不了 还打吧 这边小小 我这一手一技能配合夜之魔女 这一二技能 这一咬死之后 想反杀这个征服骑士 好 没有杀成功 那这边可以看到中路 学伙伯爵配合队友 职业留下 蜘蛛女王 这边应该double kill 哦 这边同时下TP 可以看到万有之主 也是跟了一手二技能 那这个二技能的话 这个诅咒在前期 说实话 刚可爱人蛮不错的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咱们家的是 摸摸帕打的一个 万有之主 职业是间计一标 和这个雪儿伯爵 同时标到了一 第一和第二 那这样的话 加柏烈在前期 打的一个优势 也是有所缺减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 双方的经济和人头比吧 先比赛进行到五分整 双方人头比是五刚四 目前是征服军 征服军团是领先了 审判军团一个 虽然说13在前期 已经有把下落 打出一个非常可观的优势 但是双方非常灵活的游走 以及队友的职员 杠格是及时挽回了劣势 那这就不至于去导致 在前期直接打封线 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那这边可以看到 月之魔女直接是被四人包夹 应该是被留下 没有问题 好 留下这个人头之后 咱们家征服 其实转身 应该是想继续杠 这边咱们家月之魔女 是一个有大的情况 留不下 好 留不下 那这边下落 塔不是很好退 那这边的话 如果再下一张TP 这边可以看到审判军团 应该就要被包夹 这边咱们家的万有之主 一手控制打得相当漂亮 那这边跟上之后 咱们家万有之主 虽然说是留了一个人头 但这边TP给的不是很满 但与此同时 可以看到咱们呀 雪月伯爵 与此同时 嘎的塔姆 这边现役没有跟上 这是来送 来送 好 可以看到咱们呀 雪月伯爵 接一手 1Q2连 一手 双杀 WQ阿联 但这边出现一个 只有传说中 只有爸爸才能吃的福 回复 但这边还是没有救得了 咱们家蜘蛛 直接是被雪月伯爵 下了一手 非常nice的收割 直接收下三个人头 虽然说一开始在下落 这把的话 下落已经成了一个主战地 尤其已经 在这场比赛里 节奏不是很明显 主要就是蹲团包甲开团 打的是这种 然后到一个是 合适的时候 然后咱们家雪月伯爵 总是会来收割一手什么的 那这样的话 咱们家雪月伯爵 现在是一个11级的状态 完全是有 碾压性的等级优势 真的 这边一手 1Q应该是能流灰药 这个人头 没有问题 说了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万要蜘蛛 蜘蛛直接穿过去 好 那这样的话 这雪月伯爵的话 这边节奏打得非常的明显 那这样的话 加百列还是一个没有到达一个六级的状态 说实话 不好打 那这样的话 蜘蛛是出了三个敏捷挂箭来撑鼠线 那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对于自己经济情况非常自信的出装打法 那这边可以看到咱们雪月伯爵直接被流向了前期打的一个等级优势直接是富于完美 那这边可以看到咱们万要之处在队友死掉之后留下了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转身就是走 那这样的话 双方在前期一个杠客以及幽走和支援速度打的是非常的快 但是我觉得下路那一波 嗯 TP吓得有点慢 这边蜘蛛又出了个什么 吓死我了 因为蜘蛛又出了一个敏捷挂箭 哎 这边蜘蛛 应该是可以留这个万要之处 哎 打了技能逃上去 减速 哦 万要跑得非常的快啊 好 那这边可以看到应该是被留下了一手Q 好 三技能再跟一下直接留下这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 双方的经济我们再来进行一次对比 目前是一学博局碾压性的优势领先着 很多人啊 领先着9个人 双方的话是咱们家的辅助经济情况略微有些厚厚 但没有关系 比一个辅助的话 拿经济太多也是没有什么多大作用 在一个辅助打比赛的时候 其实要做的也就很少 就首先你就是 灯位颜位要给足 其次就你要保住你家的一个C位杠发展 那这边可以看到 镜头刚移过来 咱们家小小是点了一手大饶技能 小小这把并没有很着急的去点大 是在9级才开始点了一手大饶技能 想必是自有生意哈 QW技能 对点完毕之后 再点一个大饶技能 是非常机智的 那这边TG元素被留是一个显然一见的道理 这边咱们家 神福奇是这些原地TP 但这边双子反正给他一手大饶技能 但这边咱们家的 哦 神福奇是擦翅难飞 被他A死了 双子的认同应该是 哎呀 怎么是他妈血液的 哎呀 怎么是血液的 哦 血液杀了一手TP啊 这边血液一手 一QG能直接空了两个人 再反正又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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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是A不过去了 因为这边 蜘蛛这个英雄 放鸽子 真的是太恶心了 那这边再A一下 好 血液伯爵再拿一个人头 撒了一张TP的时候 是收掉一个人头 然后这边再下来 配合小小 又是一手 残血反杀 那这样的话 血液伯爵 已经 经济是非常不错 可以说 现在比赛打到现在 征服 其实 征服军团的这边人头比 近乎于全部集中在 血液伯爵身上 但是这边征服 其实这个英雄呢 针对性打 还非常强 全场就看没有血 谁 谁没有血了 抢谁 哎 那这边可以看到 下边来直接 溜里手蹦子 想要杀咱们 血液伯爵 但这边咱们 夜市墨里在后面 反身就是一大招技能 跟过去 这一手残血反杀 秀的相当漂亮 但是这边征服 还是没有救了 好 那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家的 玩耀之猪 应该是要被 猎之猪的话 他这个英雄 虽然说放鸽子能力 非常强 在前期单杀能力 也是非常可观 但是这个英雄 非常怕那种 突击能力非常强 同时爆发又非常高的 那种英雄 所以说比赛打到 现在两边 就完全可以看出 一个优劣程度 两边都是在 等一个支援 那说单杀的话 说实话 不是很好去单杀 因为双方 视野给的非常的满 然后视野给的满 不是说 近乎于就去一个 极端抱团打 除了C位 在线上进行发展 其他人全部是抱团 或者是两两三三的 一个结伴同行的 一个状态 你拉着我 我拉着你的手 然后一起就 放学的时候 去小卖部 买包辣条什么的 一起吃 我这边有三毛钱 你那边两毛钱 借我一下 买完辣条吃过之后 还能反映一下 对面一手杠杆 这样的话 双方就是现在 只能就 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 我们把对面 辣条给抢了 这样打一下 然后这边 同时还是拼一个支援速度 但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要有 冰冰女神 这边是想 直接裹一个BKB 裹BKB 说实话 这把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这把 怎么说呢 冰冰的话 他裹BKB 可能是想 站着把他大腰丸 但是我觉得 这个时候 如果出一个 过渡型装备的话 或许会更合适一些 因为他这把 即使出了一个BKB 说实话 还是不是很好打 那这边 小小一手 QW阿联 直接想留咱们家冰冰女神 但这边冰冰反射一手 一起的控制 留住咱们家小小 炎火牙 追杀速度 但这边 这个蜘蛛 好天不烦 蜘蛛的经济 确实非常不错 他前期 虽然说出了三个蓝挂剑 不对 那叫敏捷挂剑 但这边是直接把属性 撑上来之后 然后进行 单杀 强杀 又把自己经济给提上来了 那这样的话 他放鸽子非常恶心 加上他这个撑属性 工作也是异常的快 那这边咱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技能扎点情况 这边可以看到野地 是发生一些状况 咱们家征服骑士 一手Q技能 撞过去之后 三技能再跟上 W技能减下速 但是这边可以看到夜之木 你反是一个大热技能 咬起来 这边如果强杀的话 明显是入坑了 但是没关系 这边小小爆发是有起来 冰冰 所以他妈说出BKV没有用 这边BKV的冰冰女生 直接是果断投身掉了 那这边月之女生 中路七波是打不起来 其实这里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在 双方如果是哪一方 有一定优势的话 咱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推塔 把线给推过去 然后推一个一塔 阻碍一下敌方的支援速度 但比赛打到现在 大家应该可以看出 哪一边是优势 哪一边是劣势 那这样的话 明显是可以看出 是审判军团 这边是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就三路边塔 全部推掉 延缓住了征服军团 这边的支援速度 同时又三个边塔 将近加了快1000的经济 没有1000 但是有700多 将近800的一个经济 这又是一个团队经济 五个人划分的话 团队经济又领先 对方将近4000 那这样的话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人头比也是一目了然 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家的征服军 征服军团 这边是没有推掉 审判方的一个外塔 那这边因为没有优势 打团的话也没有 打出很大优势 那这边肯定是不是很好推 但是这边可以看到双直 一个满大拉的非常漂亮 我这一手冻结 打得好深尴尬 烟尸摩女 那个刚刚冻结 确实是有些丢了 他如果那个冻结 没有跟上去的话 咱们家双子过去 三刀砍过去 配合都有一刀爆发 应该是可以留下 那个时候 对面的支援速度 明显是一个跟不过来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 咱们家蜘蛛 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帅 可以看到蜘蛛 现在已经出了一个 引刀 出了引刀的蜘蛛 说实话非常恶心 就隐身到你家后排的 旁边 然后反身丢一个大招技 在Q技能恶心里 他Q技能本来就没有CD 是一个手性攻击 那这样打你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疼 那这样的话 随着波局在前期打出的优势 在这几波里 也是确实又消磨掉 人头 经济优势从原本的最高 现在降低到了本队最高 而且全 全图范围最高的人 是咱们俩小金哥 打这个蜘蛛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征服其实 应该是浪了一手 想诚心Q一手 收人头 但没成功 没成功的话 这边配合队友 这边直接赶过来 可以看到咱们俩 冰冰女神一手Q技能 哦 这边雪月是秀了一下 秀了一下 没办法打呀 好的 这边双方都是有BQB 还是可以留大二技能开一下 哦 这边月之女神现在打人的 还是很疼 也不是很疼啊 可能是打的这个肉吧 错觉 但这边的话 打的确实有一些浪 那这样的话 直接两个人头交上来 经济又是拉 拉回了一定程度 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好打 在这样的一个劣势 我觉得 虽然说咱们前期打团没有 就打过 审判方 但征服方这边几拨防守打得非常漂亮 这边眼位虽然说是没有 给到位 但刚才下了那一波的勾引 确实打得非常非常nice 也一波很可观的经济 落到咱们家的雪儿伯爵手里 直接把雪儿伯爵 是打一个弓装 打算直接裸一个三菱力 三菱之力裸了的话 并不是平常与咱们平时的那种打法 就是雪儿伯爵 魂界出完之后 会补一个 发强类型的装备 比如说一个水刀 或者是出一个引刀杖来过渡一下 咱们家是直接就是 以临风为过渡 直接踏板三菱 那这样的话 合成不是很拼滑 确实不拼滑 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家的雪儿伯爵 在打完经济之后 直接是想来上路 蹲咱们家的月之女神 但这边直接被咱们家 这首女皇报夹 依照Q技能直接留掉这个人头之后 弯腰之主应该是要难 Q技能交了没有 这个万腰 如果没交 交掉了 这边卡了一手好视野 异常机智啊 好 这边绕树莲 直接TB回家 哦 打的666 可以看到现在征服方 因为是刚刚有死了一个时间过去 这一波的话 可能是会要让二打 并不会是选择去打 在这边TP 没有下来 没有下TP 这边是直接是 我习惯性把塔防点 说成了那个TP了 这边是塔防保了一手 这边给咱们家的雪儿伯爵 前日几回一手 EQ技能 能否留下一个人头 这边弯腰之主 装给下一手 一个人头 两个人头 三个 三个 来 再来一个 那这边 一手小团面有没有 还差一个 好 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家双子留下 奇异天使之后 再跟一下 雪儿伯爵直接征服了 这个征服骑士 除了蜘蛛 没有一个 活下来的 那这边一手小团面 咱们家蜘蛛 也是在此时体现出 他身为全场唯一一个 在那一部团战 活下来的女人 该有的尊严 引刀过去 就是个 一手大热气 在QA你几下 没有人能受了 太疼了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咱们家的 伸服方已经开始了 反推 那这样一个一个 下TP的话 说实话不是很好打 但是这边 咱们家的蜘蛛女神 蜘蛛女王 这个输入能力 非常可观 与此同时 咱们家下起了 第二张TP 那这样的话 这个职员速度太快了 说实话那两波团 打得非常的紧凑 咱们来 再现在来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装备 这应该是BKB 近乎一人手一把 这边咱们家蜘蛛 是要出一个三菱吗 还要出分身 就目前这个装备 来看的话 应该是出一个三菱之力 来撑一下 自己一个三维 这边咱们这边 这边咱们家会要的装备 可以看一下 还是蛮不错的 经济的话 不是很差 与此同时 自己一个身上 还有一个磨免 这边有磨免之后 虽然说输出能力 并不能跟得上 但是生存能力 是得到了一个保障 因为越智女神 这个英雄 她 大招技能 是有非常强大的爆发 那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家BKB女神 是想要 想要拍视野 但这边被咱们家的双子 直接蹲掉了 这两个眼 所以说攻眼和防眼 有时候就在于一个 先手插和后手插 这个区别 有时候赶巧了 就你这边先插了一个防手眼 然后对面要插进攻眼的时候 刚好插进去 一插发现 我擦被蹲了 整个人的世界 都他妈成黑色的了 这边越智魔女来拍下灯 这边咱们好像忽略了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咱们家蜘蛛女王 与此同时 已经开始打金刚了 蜘蛛女王这个英雄 被号称为 H5里可以 单挑金刚的男人 那这边越智女神 杀死了金刚 也是越智女神 拿起了附身神佛 那这边留下的地方 小小之后 咱们再闯夹击 再留一波 有没有 这边 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野地包夹团 完全是可以打的一手 康姆直接留掉了 对面的绝对 那这样的一套 爆发打出来的话 对面难以承受 所以说 刚那一波 如果咱们打的 再接近一点 再包的快一点的话 征服这边 可能就完全处为一个 完全 劣势的一个情况 根本就没法打一波小团灭 然后这边 因为复活时间比较长 所以咱们家 再拿了一波小团灭 或者团灭之后 可以直接推上你 当然并没有选择 就这样打 这边咱们家 冰冰女神 这个大招技能 摇得非常地 那这边卡了一手 视野一手 Q技能 加上大招 直接一手满当 留下这个朋友 这种三技能 套的也是相当亮 这边双子应该是要死 冰冰这个三技能 说实话 烧得太疼了 就靠他的大招技能 或者是 队友配合 打出伤害 三技能 进行一个烧伤 这个烧伤 非常的恐怖 真的 说实话 这个技能 再恶心一点 又可以当成 冰冰女神 大招技能来使用 那这边夜之魔 你大招技能 没有套完 直接是S掉了吗 那这样的话 不是看得很懂 好 再A一下 那这边 月之女神刘强 替这边输的 这个人头之后 还想要包夹 那边比赛继续到22分钟 双方人头比 是一个35-25 35-25的人头比 领先10个 而且现在塔已经推的 也差不多了 那这边应该是一个 胜券在握的一个节奏 这边征服打的好 天目浪啊 直接是 拉进来打 这带多大的仇恨 才能有这样的打法 这边咱们叫月之女神 收割时 God time 与此同时 月之女神做出了 她的一个蝴蝶 蝴蝶这个装备 对于月之女神来说的话 是非常苛求的 咱们也可以追求 刷钱和输出的话 可以出背机 但是在这里面 蝴蝶真的非常好用 而且合身也是 算是性价比比较高 非常好合身 但这边月之女神 直接被一手 COMBO切成了残鞋 这边开启BGB 反正一手 一起能留一下 这边反正继续 留这个雪儿波局 哇 这个队高 没有贼了 雪儿波局 这个英雄 我个人认为 她在前中期 打出爆发 在后期会非常的乏力 她不管出什么 我都觉得会很乏力 她在前中期的话 可能会很好打 因为她技能本身就 有一定非常高的爆发 而且就是不怕消耗 但是你要是让她 强劲去打一个carry的话 不好打 那这边也是已经领先了 敌方15个人头 审判军团的经济 哇 这个对面包了八条件 那与此同时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人头集中程度吧 双方人头比 现在是以蜘蛛女神最高 然后月之 还不是月之女神 是征服其事其次 再然后是兵民 这是前三 我忽略了一个点 这个雪月伯爵 雪月伯爵这一把 在前期打的确实非常的亮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雪月伯爵她的人头 近乎就队友拿11个人头 她能拿8个 也就是说他们家的经济 全部集中在她身上 所以说集中在她身上 会形成一个状态 就是营养是良秀不齐的 她的装备很好 但他们家队友装备 仙主就一个鞋子 一个零石 那这样的话 打团就完全是依附于她 只要她死了 那一波团就不好打 所以说这也就是比较难打的 一个地方了 那这边可以看到 审判军团在拿掉了中路高地之后 想要墙上敌方的下路高地 那这边也是打得非常稳 没有选择 在这个时候强行推中路一波 还选择去打三路 那这个时候 你这边可以看到 团战打的是满平 都是这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解说了 手术和口术完全跟不上那个节奏 那这边 冰冰女神杀起TP之后 敌方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这波团战是近乎于一个人没死 现在残血效果 约织女神的话 刚那波数据打得非常非常的开人 即使咱们的残血 即使咱们家支柱女神的残血了 我以为是要被留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被留掉 一个残血极限的逃生 那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咱们家的征服方式发起了一个投降表决 确实现在投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已经中路和下路高地已经全部被卸掉了 那这边已经三路 那这样的话 大家看到系统提示 三路推掉之后 士兵就猛的跟嗑了药一样 士兵都这么猛 那还怎么打 这边已经开始疯狂的逆血池了 这样打不合适吧 超神星期日 那这边逆拳我估计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这边咱们家地质元素直接终结了这个蜘蛛女王 获得了1600的经济 反身这一波进行反打 这有句话说的好 这叫出不来人 长得帅死得快吗 还是那个猎拳的都得死 小小即使在猎神逆风这个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这个爆发打得非常漂亮 一波双杀之后 那这边缓人波技能 如果这个逼命没有来的话 小小再缓一手技能 QW阿联 兴许就给他弄死了呢 那这边可以看到夜之魔女反身留下 一技能留下了这个月之女生之后 大二技能继续咬起了这个兵米尔 但是兵米尔反身开启了比克币 看得好快啊 那这波追杀的话应该是 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 郑福方说难听点就守护亚典娜了 兵仙已经开始把两个炮打拳推掉 那这边兵仙在上一波 这也是小 人不在小 兵把这个家给推掉了吗 分分钟推了半截 那这边如果再来个英雄的话 说来就来 加百列说我忍不了了 直接炸了开了一手 那推掉了这波方 那这一场的任者是咱们的审判军团 我是水车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